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讲这个题目 我每次不晓得这个题目要教什么 所以最简单我就写What I've done 我做过了什么 然后我先给你讲 因为可能你认为一个医生 就是在一个诊所上下班 每一天看病人是不是 但是我是一个爱偷跑的人 我到处都跑了 我已经来台湾25年 今年三地25年 对 但是中间我还要跑去其他的国家 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先跟你讲 然后我看到我最大的错误 我跟你们年纪差不多一样的时候 我们在读医学的时候 我们五年级 我们读医学读了六年了 五年级我们有一个机会 就是可以出 有个月的时间你可以随便做 如果有一些有一点关热的大写同意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 所以那个时候 跟很多其他的澳洲的学生 会就去 New Guinea 这个就是要巴布亚 New Guinea 你知道在哪里吗 大部分人不知道 是在澳洲 北部上面一个岛 事实上一部分是印尼 就是巴布亚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 一部分是一个国家 叫New Guinea 那那个地方很特别 我就是他们 就是算上帝平原地区 那个时候他们 这个图片 一部分是我的 一部分是黄路上拿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数位上 即使你叫上没有那么方便 这个是很特别 这个蛮重的国家 蛮落后的国家 这个地方跟西方的人联络 那个时候不到三十年 他们就是单独 算是那个stone age 就是石头的时代的人 那个医院就是很简单 跟台湾不一样 没有什么设备 没有什么检验 你看病院 你做一个临床评估 有什么办法处理 你就处理 没有药 没有办法处理 你就没有办法 他们都很特别 那个地方 常常会有那个 笑算哪张 因为每一个部落 有他们不同的语言 每一个部落 跟隔壁的部落 可能可以沟通 但是他们都算是敌人 你是我的部落里面的人 你是好的人 你不是我部落的人 你就是不好的人 他们不是用 那个时候他们不是用钱 他们最 最知识的东西 就是那个主 那个地方很特别 如果你开车 你撞到一只主的话 你要赶快跑到警察局 他们会给你包起来 为了你的安全 要不然那个部落的人 他们会来找你 把你杀掉了 因为你杀一个主 跟你杀一个人一样 他们的观念 完全一样 那个时候我服务的医院 叫Mandy Hospital 它是在一个香股里面 一个部落在北面 另外一个部落在南边 都在山上 他们常常会算小打针 他们都是早上 五点的时候 晚上回去另外一个部落 晚上就是早上 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吵架 事实上你当医生蛮方便 因为你每个早上 你八点左右去 去看医院的时候 就是一大队病人就排队 刚刚打在他们手上了 那个时候他们还是用 对不起我过于很差 Bird and Arrows 是什么 弓箭 对不对 他们都是用弓箭 所以你常常看 在看无聊的病人排队 他们的胸场就有弓箭 推出来 你当医学学生很好 你要踩一个胸场广的话 你常常有很多经验 我在那边做了二十几个 很多医生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了 很多医生毕业 到现在还没有做过那么多 所以你当医学学生 这个是很好的地方 比如说我毕业之前 破腹厂已经开了好几个 那个腹膜炎的病人 一开始那边的医生蛮有惊心 就是陪你进去开刀房 陪你开一两个 他们就是 那个是老时代 你学医学的时候 看一个 做一个 然后你教一个 那个时候都是这样 所以毕业之前 我做了很多开刀 跟刚差不多一个 一二年级的外科助言医生 我的经验差不多一样 那个地方病人就是 那边的病人 他们就是穿这种的衣服 可以算没有什么衣服 每一个部落的穿法 有稍微一点不一样 我们医院的护士 那个时候 对不起 很多图片 那个时候我都丢掉了 我们医院的护士也是 但是男生都是穿这样 来服务病人 这个是Tari 这个是Mandy附近的地方 他们就是穿这样 这个是我们医院里面 你可以看我们的病房 很进步 对不对 晚上没有什么点 OK 所以我做这个 差不多三到四个月 就会澳洲 事实上有一段时间 我去纽西兰 这个是跟西方的地方一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有兴趣的 然后毕业以后 我在澳洲 我当一个住院医生 就当一年而已 一年做完了 我有一个机会 去沙迪阿拉伯 就是中东 沙迪阿拉伯 你们听过吗 大部分我们的汽友 就是从那边来的 对不对 这个是1983年 我在那边快一年半 在一个地方叫Riyadh Riyadh就是沙迪阿拉伯 中间是他们 他们最严格的地方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地方 那个地方你不能拍照 他们不希望你 你用照相机拍照 我们的医院 就是服务这个国王的家里人 跟那个军人 所以他们会有两个医院 一个医院就是给老百姓 或者军人跟他们的家里人 另外一楼就是对那个国王的家里人用的 很大楼 那个龙头都是黄金的 就是 你那个里面的走廊 可能就是50公尺一次有一个门 每一个地方房间很大 你大概知道 沙迪阿拉伯是一个 那个伊斯兰交的国家 他们的马卡就是在那边 所以他们都很严格 那个时候我老婆受不了 她来了几个月 然后她就委屈了 因为她不能出门 一个女生 没有一个男生的家庭人在旁边的话 不可以出门 他们有警察会抓他们 那边有很多故事 一个女生来接一个男生 男生就是落到没有接飞机的话 女生就是在飞机场好几天不能出门 然后我做了一年在沙迪阿拉伯 沙迪阿拉伯有钱 但是他们给你一个薪水 然后我就想去 我本来很想去非洲 看非洲是什么样子 所以下一次我就是一个 这个一个mission的医院在 Zambia 这个也是一年多了 三别是在非洲南总部 就是这里 然后我去一个地方叫Kateki 是差不多 Where are we? Mersambique, Malawi 我差不多这里 是那么小的地方 这个地图上他们没有写 去那一边我的运气不错 那个医院是一个蛮出名的 英国外科医生做的 他也是写一个外科科本 就是在比较偏充的地方 做一些服务 可以很简单的外科的方法 以后你们度多一点外科的话 你们就会了解 外科很多病 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开刀 他就介绍最简单 最不会有副作用的做法 Zambia跟台湾不一样 是蛮落后的国家 就没钱 所以医院 这个是我们的医院外面 这个目前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没有改善 这个已经二十几年 你算二十五年多以前 这个病房现在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图片 不是我那个时候找的 病房还是这个样子 你看一个病房有三十几个病人 晚上没有电 就是白天有一点 有的时候白天有一点点 但是不能开灯 什么多缺 你不一定能照X光 有X光剂 有的时候你没有地片 没有办法洗 要咽血的话 你可以就是看那个 红血球跟看病人有没有捏急 其他的你不能做 所以要做的是很简单 然后你就是要用 临床上的评估看病人 我觉得对医生来说 这个是蛮好的经验 现在的时代 很多医生先年线 先教X光 还没有 自己还没有去评估病人 我常常看很多诊断 就是因为没有很清楚 评估病人 所以落掉诊断 这个样子 这个是他们最近开刀房 我那个时候开刀房 看到没有那么多机器 所以他们有一点紧步 闷诊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就是坐外面排队 你看的病跟台湾不一样 大部分你看的病是 捏激 捏激很多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艾滋病 你们大概都听过艾滋病 我毕业的时候没有艾滋病 1981年毕业了 那个时候没有艾滋病 艾滋病就是刚刚那一年 第一个病例出来了 我1984年在战别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 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有那么多艾滋病 艾滋病是那个时候 大家认为就是在美国 事实上 我们现在都知道 艾滋病就是从非洲开始 那个时候我们看很多病人 有结合病 跟另外一个病叫 Kaposy Sarcoma 看到你们还没有写到这些病 看那个两个病 Kaposy Sarcoma是一种 艾滋类的病 你看那个两种病在一起 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 事实上 他们都是艾滋病的病人 那个时候我们收宿 我们不会戴手套 没有手套 所以你看到就是要很小心 那边我开了很多 你认为你不用手套 现在这个 两三四年以后 他们开始检查艾滋病的话 他们才发现 Zambia的病人口 百分之二十左右 有艾滋病 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你开过那么大 我一定开了好几个 艾滋病的病人 也没有戴手套 我没有得到艾滋病 所以这个可以让你了解一些 对不对 你开到的时候小心 你没有针痛的话 你就不会有问题 怎么那么容易传染到了 这个是我们医院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婴儿室的 加护病房 就是很简单 你就有一个灯 就是可以把小孩子轮回了 那在Zambia的时候 我碰过一个 另外一个英国医生 叫Nick Hohn 他给我很大的影响 他是我到现在碰过的 最聪明的医生 他自己在 他比我老了大概十年多左右 他自己在Zambia 大概那个时候已经七八年了 他本来在Zambia长大了 他爸爸是一个Zambia的 那个英国的 大事对不对 他就是回去英国读医学 读完医学 就马上回去Zambia服务 然后他做了两三年 他想 我没有转科 我就是医学毕业 我是不是要拿一个转科 所以他就会去英国 他读一点研科 然后他去考哪一科 叫考上 所以这个蛮不简单 然后在Zambia 他大部分做的是外科 外科、小儿科跟延科 但是他考的是哪一科 我觉得他很厉害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本来没有什么兴趣 拿什么转科 我看到我觉得他这么厉害 我也想去拿一点转科 对不对 这个就是另外图片 这个是医院的后面 他们如果怀孕的妈妈来医院 他们可能还有好几周 才会生孩子 但是我们认为他们 有一点危险的话 我们就会给他们 住医院的后面 所以他们会住好几个礼拜 这样的话 他们生产的时候 可以在医院里头生产 这样子比较安全 这个就是他们吃饭的地方 那那个时候 我从 我离开Zambia的时候 因为我碰过那个红椅 我觉得他那么厉害 我就去英国 我就去英国考那个内科 但是 他们那边的内科之早 比台湾难考 他们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个 就是multiple choice 我是一点 dyslexia 我左右什么的 我看不出来 我multiple choice很差 所以我考了三次才考得上 然后第二部分是临床上的 临床上 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考 我就是当级年才考 我觉得我经验不够 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考不上 那边的那科 临床的考是 四个人考 可能七个人不过 特别那个时候 现在他们比较松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 我来了台湾第一次 我来了一年半 我到了泰东圣母医院 然后我就 两年以后 我会去澳洲一阵子 然后有一个机会去 柬埔寨 高棉 那这个是1988年 到1990年 跟那个澳洲 红石社会 那我问你们 对你们来说 高棉 你认识他的历史吗 过去高棉的历史 对你来说 有没有什么印象 一个人都没有 是不是 有 对 空不空不 空不 我去的时候 就是那个 普尔波特的时代 刚刚过去了 不到几年了 那边还是很乱 还是算那个时候 有哪一栈 你们都知道 这个是台湾 高棉 就是在泰国 泰国 跟越南中间 我去一个地方叫空碰 是差不多这个部位 那高棉 共产党的时代 这个是跟越南的理系有关系 他们 共产党他们 波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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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 你们都听过毛泽东 对不对 毛泽东最出名的时候 那个文化革命 是不是 文化革命也有一点恐怖 是不是 文化革命算 1967年到70年的时代 波尔波尔波尔 他控制高棉 也是1975年到1979年 那个时候 他觉得 他的模型是毛泽东的文化革命 但是他觉得他做得不够强 所以 那个时候 你认识那边的历史的话 就是那个美国跟越南 那个打仗的时候 美国跟那个南野属了 所以美国离开了 然后这个影响高棉很大 因为那个 背南的越南 他们就是那个背部的军人 会经过高棉 到去到那个南越南的政府 所以为了这个 美国放很多单什么的 在高棉 所以就变成很乱 所以美国离开 越南的时候 然后那个高棉的政府 也是破掉了 就是波尔波尔进来了 他进来的时候 他进来那个 Penom Pen 就是高棉的大堵石 把所有的人 退去去了 他们都要去上下 你不去的话 他们就杀你 那个时候 他们觉得 所有的人 带眼睛 或是老师 医生 律师 所有的有一点 文化 有一点教育的人 他们觉得他们是敌人 所以他们知道你是医生 我是一个 比较有钱的人 他们就会杀你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 就是马上把他们的眼睛 掉了什么 就是把大家看起来 很 很贫穷的老百姓 没有什么人 这样 这样的话 他们才会火了 然后大家都要去想一下 他们都没有什么饭可以吃 变成很乱 他们杀了很多人 那个时候 那个工厂堂大概杀了 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很多对不对 你看那个比例的话 你说那个猫最多什么的是小吃而已 这个是我们在高免 我们的洪水社会的 算他们盖了意愿 本来是一个旧意愿 他们就是从新修理盖了 跟非洲差不多一样 就是蛮简单的地方 晚上没有点 我们就是有一点太阳点而已 检验课 你没有办法做什么检验 除了捏剂跟红穴手术以外 你没有办法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 也完全没有什么X管 这个是我们的病房 我们的病人来医院的时候 就是来这样 然后我们就是做 那个算经济的治疗 没有什么门诊的治疗 没有什么慢性病治疗 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 这个也是病房 这个有这个是三个 这个三个人是医生 他们有做过一点训练 然后他们说他们是医生 但是事实上他们训练不够 所以我在那边 一部分我的工作 大部分我的工作 不是做病人的处理 就是教他们怎么处理的 所以大部分我教的就是 简单的外科 连我不是外科医生 你做过很简单的就OK 我到了那个医院的时候 他们开到的死亡率 大概百分之四十左右 我离开的时候是差不多百分之五 台湾你觉得这个很恐怖 很多事实上在那边算是不错 这个是医院的后面 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还是有内战 那个时候政府是一个 算延安不住的政府 然后波尔波特跟那个 他们工厂堂他们都是在乡下 他们晚上回进来 这是作乱 那个医院外面你没有办法走路 到处都是那个 这个地雷 很大部分 这个是病房里面 可以感觉蛮简单 大部分我们的病人是外科病人 大部分是受伤 被伤或是被地雷受伤 这个就是我在做手术的时候 我们最常做的开刀就是这个 很多地雷病人就是 就是会在田里工作 或者就是碰到他们叫进来 都是这个样子 有的时候他们马上来 有的时候他们已经三四天在上上 就慢慢可以过来 所以我们就是做那个叫的切除 我猜我全台湾做了最多了 我最少做了四百多个 一样 这个道我来医院之前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四十会死掉了 我做完的时候 百分之五才会死掉了 我现在给你一个 很简单的外科的训练 为什么我做了他们不是的 我是很厉害的外科医生吗 不是 就我不封伤口 你切掉你就不封伤口 他们就不会有感染 真的 你封伤口他们全部都会感染 伤口都开开的 切一个角就是开开的 很不好看的样子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 干净的话你就可以封好了 他们就不会有感染 你可以问所有的 有那个战争 有经验的医生 他们会告诉你 这个是最安全的做法 你看有的时候我开带 我不穿衣服 你觉得奇怪 三四夜的时候高冕 温度多少 四十三到四十四度 快要下雨 但是还没有下雨 所以水分很高 很湿 很闷 没有点 没有点风扇 我穿衣服就受不了 所以高冕 你做的那种叫切除的道 你天天都做了 我做了一年左右 然后我做了快一年 然后中间我会去英国 去考那个英国的那颗制造 那个临床上的考试 我认为我一定考不上 大部分要考三四次才考得上 我记得临床上 一件事情他们给我们做 除了评估病院以外 他们给你看了一个图片 那个图片就是一个 一个卸的片子 我一看 这个是捏肌 Falciparum malaria 一看就知道 为什么呢 在高冕我们可以做什么检查 就是这个而已 其他的我们都不能做 而且我天天都看了 我看那个时候 看其他的人在考试 他们就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蛮好笑 而且他们都是去 在那个大卸 那个很出名的医院训练 然后我只要是在上下的地方 在高冕我读书的时候 晚上我就是用一个蜡烛看书 所以我去英国 然后我回来高冕多了半年了 然后你做过那么多 那个教学书了 你认为你做越来越久 你会越来越习惯 事实上 就变成你觉得 越来越而行 很奇怪 这个是不是跟一点 那个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很多人也是有很恐怖的经验 以后他们就是有问题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开始有那种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 通知社会教我 你能不能继续做 我想算我就无法继续做 所以那个时候我回来台湾 回来圣母医院一段的时间 然后那个时候 以后 那个是第一个伊拉克的战争的时候 你们大概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出生 1991年的时候 那个国际控制社会 就送我到伊朗 那伊朗 是跟那个 Kuridistan 在伊朗的西部 这是一个难得出的地方 你看这个是伊朗 这个是伊朗 现在大乱都是在这里 但是那个时候 第一个伊朗战争的时候 很多Kurid的南民 他们就跑到伊朗 他们就跑到这个附近 所以在伊朗 我就是去那个西部这里 是蛮漂亮的地方 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山 然后南民 你看很多 这个不是我拍的 你看红色社会工作 你不能拍照 这个也是做蛮简单的服务 这个不是算一个医院 我们就像一个餐盆一样而已 然后我们可以做 大部分就算是哪个服务 大电滴什么的 我们不是做手术 那个时候有很多typhoid 因为你看都很脏 很多传染病 这个菜做了大概两三年 我太动生母医院 可以算1985年到2002年 中间我跑去其他的地方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我在圣母医院 这个我觉得不用跟你讲太多了 因为这个是台湾 你们都应该满手了 谁有去过台东 有没有去台东吗 很少有一两个 其他的国家是不是 我们就在台东的人 我们认为我们不是在台湾 我们不是在另外一个国家 你看新闻什么的 他们报告新闻或是天气 常常不报告台东的天气 或者他们报告天气是错了 天气跟他们错了 完全不一样 你们有空的时候 欢迎你们来台东 你可以来我家玩 那个时候我们 爱秀女 她也是对我医疗风险长 她现在还在 现在我在台东基督教医院 现在我有两个工作 我可能半年 可能九个月在基督教医院 每一年三四个月 我就出国去做游览床的医生 可以穿一个很漂亮的制服 蛮好玩的 穿很大 三四千个客人 两个医生三个护士 实际上会蛮忙的 你看这个另外一个医生 我给你看这个 很多人问我是怎么样子 蛮大 大家就在外面玩 所以我大部分做过的工作 我不算拿很正常的薪水 生母医院跟那个 同时社会什么 没有什么薪水 大家一直问我 你为什么要做 事实上我觉得 我是一个蛮自私的人 我就爱玩 然后不放钱 在第一件事情 因为后来你有钱 或者没有钱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要帮助别人 然后我觉得事实上 我要帮助别人 或是我就觉得 我要做 我要做 我想做的事情 事实上 我比较像一个 这么讲 一个蛮逻辑的人 蛮 科学者的人 所以我觉得是那个 眼花如宁起的 我觉得我们的人类就是发展了 为了做好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心理想的感觉 我问你 有没有这里 有没有一个人想做坏 没有 对不对 大家都要做好 是不是 然后 所以很清楚 你帮助别人 你会觉得 哎 比较高兴 但是为什么呢 很难讲 是不是 我们是心理想有一个 就是需要别人觉得 我们是不错的人 我们需要 我们 大家都需要 别人的 别人的赞成 觉得 嗯 你是好人 如果你看 心理学的研究了 你就知道 可能是对了 比如说 如果我们有钱 钱可以让你比较高兴吗 可以呀 有争取 但是就是到一个水准 那我们新代的社会 大部分的人 已经超过那个水准 你不需要那么多钱 你钱越来越多 事实上 你快乐 你快乐 你满意度 你满意度 不会越来越好 如果你钱够了 吃饭 生活 你不需要担心钱的话 你就会很快乐 更多钱 不会让你更快乐 比如说 有一个研究 如果你有一批钱 你用那个钱 去跟一个朋友 亲一个朋友吃饭 这个会让你比较快乐 比你用那个钱 卖东西 东西不会让你太快乐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的 这个是蛮简单 我觉得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世界 不公平 我们西方的国家 台湾我们都很好 我们什么都有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忘记 大部分的人很穷 大部分的人 没有水可以喝 他们的水都很脏 所以常常就是 腹血拉肚子什么的 大部分的人 没有什么很好的 健康系统 大部分的国家 没有什么全民健保 台湾真的很厉害 你可能听过全民健保很多问题 事实上 我不认识全球一个制度这么好 所以我们什么都有 我们很多选择 大部分的人没有什么选择 我们不需要担心 你看我是一个澳洲人 我一直觉得我是澳洲人 澳洲的呼叫 还有一个我是医学毕业了 我要担心钱吗 不太可能 对不对 如果 如果 我是在泥坡出生 我家里人很穷的话 我会当医生吗 不可能 你就没有那个机会 他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个机会 机会很少 对不对 比例非常地少 你看我们的全球 你看你生出来 你会活多久了 你看 那个兰斯的地方 就活不到55岁 当然是 就是跟贫穷的地方一样 你看非洲是最严重 阿富汗 印度 尼泊 老高棉 他们都是活最不久的 一个特殊 是苏联 因为他们也是打乱 你看 小孩子的死亡比例 也是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 你看 一千个出生的孩子 我们台湾 可能不到五个死掉了 可能到三四个而已 你看 在非洲 或是阿富汗 有的地方 一百五十个 这个是百分之十五 左右死掉了 钱不用涨 就是跟着钱走了 对不对 大家觉得 世界觉得 很多人觉得 什么都不公平的话 会发现什么事 就是这种 恐怖分子的事 对不对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觉得不公平 有机会打一个达人 就是要打 所以我就是想 你看 你看 前一百年的时代 那个 我就选择四个 算比较恐怖的事情 你看 希特勒 毛泽东 是大灵 富尔普特 跟 红色高棉 红色高棉 已经跟你们讲过一点 那 希特勒 你们都听过吧 是不是 希望 第二个世界大战 就是为了他 他杀了 六年 1939到1945年左右 他杀了 11到14 million people 这个是 11到1400万个人 包括600万个Jews 那为什么 第二个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他们去 Bukunval什么地方 他们找到 就是这种东西 那个 希特勒的军人 偷跑的时候 他们聊出来 就是这个 就是很多 很多尸体 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 Bukunval 很出名 你们大概看过吗 是不是 你看 毛泽东 他大概杀了更多了 4000到7000万个人 事实上我们不清楚了 文化革命 150到300万个人 他做大进步的时候 他杀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是做得很乱 他们就是政府确定 一个地方 一个地区 你们可以做多少的产品 地区无法做的话 但是他们无法不保命 他们有做了 他们说 我们还是做多少的产品 然后就是不给老百姓吃 但是就是 Hansman就是送到北京 大家就变成饿死了 斯大林 这个苏联的 他也是 他大概1000到2000万个人 也是类似跟毛泽东一样的问题 他看很多人觉得是他的敌人 就傻了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就是确定 每一个地区要做多少 这个是共产党的特殊 他们做不了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跟政府 这样做不了 他们说 好 我们都做得很好 你看他们的素质都很漂亮 事实上他们做不到 一样大家就变成饿死了 高棉 我已经跟你讲过一点 他下了 最保留的 大概说20%的人口 有的人可能是50% 因为那个时候 高棉的人口是多少 大家糊里糊涂 本来不是甘理长 那个高棉的共产党 他们进去 盆盆盆堵食的时候 他们就是给 大家都在这里 就是大家都要去去 他们就是当天进来 大家都要去去 去上下 后来高棉就变成这个样子 空空的 我到了高棉的时候 Penong Pain 还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人比较多 这个是刚刚 大家都走的时候 我来的是 8年以后 这个是1979年 我来高棉的时候 1988年 算9年以后 人比较多 但是那个 建筑什么的 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改变 从大家到 想下 他们做那个 Killing Fields 就是 就是 叫什么 吐杀 什么 就是那个 在天里杀人的地方 谁会杀人 工厂堂的军人 他们几岁 十四到十五岁左右 因为小孩子 什么都不知道 比较容易配安他们 对不对 这个是 怀人 你就打了 很奇怪 杀的人 他们会先挖一个洞 就站那边 那个小孩子就来 跟那个 马桶 就打他们 这样 打到死了 因为他们 他们 腔没有蛋 在 布囊 有一个 郭小 对不起 郭仲 那个时候 工厂堂把他 编进了一个监狱 让他们觉得 对政府 做 做犯人的 他们每一个都会拍招 会帮起来 在窗上 用那个 钉子 害他们 或者就打他们 到死了 这个地方还在 在高面川 现在是一个博物馆 这个你看过 那我问你 那种的事情 好的 或是不好的 不好的 对不对 或是你们觉得 很好的 杀那么多人 是OK 我认为 每一个人 觉得是不好的 无所谓你是宗教 我是不信教的人 对不起 我故意把 那个四个例如 他们不是宗教的人 但是 每一个系统 希特勒 毛泽东 史塔林 普洱普特 他们就会 把一个人 变成 像一个 国王 我是一个 上帝一样 对不对 他什么权利都有 他什么都可以确定了 然后靠近他的人 他们就是 就是会 是 是 是 对不对 中通 对 中通 对 对不对 危险 这个是叫group think 心理学 心理学 有一点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们要听过那个Milgram experiment 你们会写心理学吗 会不会 那 Stanley Milgram 第二个世界大张的时候 他是Hungary的人 他小孩子的时候 他妈妈离开Hungary 因为他们是 他们是Jewish 所以他们怕就被希特勒杀到 他去美国长大的时候 他就想 为什么大家可以做得那么恐怖 因为 你看 希特勒杀了那么多人的话 他个人做吗 没有 他就命令别人做 但是 还是有人要操作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我现在教你去操作 你现在要去杀那个人 好不好 你会做吗 那 你认为你不会 但是我跟你讲 事实上我们都会 这个是恐怖 所以Milgram 他就是要研究 我们为什么会害人 他做一个 一个誓言 叫obedience to authority 叫一个有权利的人 我们都会听他的话 那 这个诗言 这个T 就是你的subject 但是他不知道他是subject 你就是请他进来了 这个人 要回答几个问题 他回答错的话 错的话 这个人可以给他一个点击 再给他一个shock 那个点击他可以调 轻微的或是强的或是超强的 都可以死掉了 超强的危险死了 旁边有一个人坐 这个人你没有给他介绍这个人 他就坐那边 穿一个白色的外套 然后这个人回答错了 他可以给一个shock 他可以选择shock到多少 然后那个人 有的时候会说 你的shock不够吗 那个人可以选择 要多给 要给不给 然后要给多少 而且你可以 可以给多少 点击到多少 到病人 到那个人 可以差一点死掉了 那事实上 这个都是假的 你不是给他shock 这个人就是在表演 所以事实上 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中间 他们 这个人 给病人 给那个人 点击的时候 他们不舒服 但是他们还是会给 如果那个人说 你最好是给他多一点的话 百分之六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 还是会给多一点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连这个人 没有特别的权利 这个E 那个人 就是好像一个人就说 好 你给他多一点 好 他应该有权利 我还是听话 有的时候 你坐飞机的时候 你左边左 你那边左 你不晓得那个人有权利 他穿了一个支付生命 你认为他有权利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会做 这个事件 他们做的在好几个国家 平均的话 是百分之六十五个人 会给点击的 还是有一个部分不会 为什么一部分不会 这个我们现在在研究 是什么原因 最少的比例在哪里 我很高兴 我是澳洲人 澳洲才百分之四十给了 哈哈 OK 那有另外一个 人帮助Milgram做了 这个 Phil Zambardo 他做那个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这个也是一个很出名的 心理学的研究 这个是七十年的时代 在美国Stanford大写 在他们的底下 就把一个地方 变成一个监狱一样 他们就是请学生来 资工帮忙 学生年纪跟你们都差不多了 所以学生来 他们就是用一个通板 好 你是凡人 你是那个God OK 没有人做过什么任何的凡人 然后 他这个 确定是凡人的人 他们就是要穿 特别的衣服 让他们 比较觉得没有什么 不好意思的感觉 然后那个God 他们就是穿God的衣服 然后太阳眼睛 看不到他们的眼睛 他们本来上桌了两个礼拜 但是结果流天他们就是要停掉 因为变成太恐怖 那个God开始打人 开始给他们分开了 开始做很多比较恐怖的事情 原来这个是很 跟你们一样 年轻的大些学生 没有做过什么坏 你放他们在一个环境的话 不到一个礼拜 他们就变成很坏 为什么呢 应该是我们心理想引起的是不是 你给一个人权利的话 他们就会用那个权利 所以 如果你看 我们的Morals 我们的道德 有宗教的想法 有宗教的想法 跟那个事故的想法 宗教的是那个 上帝给我们的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我认为 就是那个 演化论学 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 这个就是EVOLVED 就是一个 我们都是动物 我觉得我们的 好坏的道德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发展的 你看宗教 他们认为 你好坏的 都是在一本书写的 教友说是神经 那个 伊斯兰教说 Quran 然后其他的 每一个宗教 都有他们的素 对不对 所以你看 那个 我觉得EVOLUTION 算 演化论 可能是 我们的人类 最重要的主意 有人叫 Dawin's Dangerous Idea 很危险的主意 因为他会破坏 很多其他的想法 你从 那个 演化论 看 那个 道德的话 你就会 给你一个 新的想法 一个 新的看法 你会了解 我们做的事情 事实上是 就是一个合作的方法 每一个宗教 都是同类的事情 说是不对 同类的事情 说是不好 比如说 每一个宗教 会说 你不可以随便杀人 杀人不对 对不对 那当然 有的宗教 会 把它变成 有的时候 你可以杀 有的时候 不行 但是大部分他们就说不行 但是大部分他们就说不行 不能随便偷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道德 事实上是一个自然的事 就是一个 我们就是慢慢发展 是一个合作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让你 你合作的话 最大加多好 这个就可以 可以增加 大加多的好处 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 一个道德的科学 如果你看 你看动物 看那个立地主义 很多动物的礼物 比如说野狗 下一个动物有一点肉 他们会带回去给痛菌的狗吃的 所以我们的心理学 有一个evolve 一个发展的事情 让我们要看一个 一个leader 一个有权力的人 让他们是很特别 事实上他们不特别 这个不会让我们看不到 他们的缺点 然后我们不是用同一个方法 评估他们 比如说你看 现在新鸣很流行 对不对 你们要看 随便看一个报几个杂志 特别美国 一直报那个新鸣 一个hollywood 新鸣做什么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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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他们 他们 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特别 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是很希望有一个人放在那边 放在上面 我觉得 这个是因为我们要教导意思 人类 我们就会一直看什么是有意思 什么是没有意思 看到模型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模型 事实上没有什么模型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意思 事实上没有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最近我一个家属 他怕怕死掉了 他说他应该知道 那天死掉 前一天他亲一个哥哥过来跟他讲话 那个哥哥很久没有来 是不是他知道他快要走了 大概不是 所以你可能看过那种东西 你看一个东西 你会看一个模型 事实上没有什么模型 你看第一个 你看那个黄色的弦 你看起来上面比较大 下面比较小 事实上他们一样 中间这个 你没有办法看不到一个白色的三角的 对不对 事实上那个三角的不在 这个 一个 一个丫头或是一个兔头 两个看法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东西 看那个模型 需要经验 当医生一样 你当医生做诊断的话 你开始做临床上的工作的时候 你会觉得一个医生一进来 一看病人就说 是这个诊断就走了 你说怎么可以确定这么快 因为是一个模型 他看过了 看过了很多次 就可以很快评估出来 你没有看过 你可以不清楚很久了 所以你开始看最基本的模型 然后你看他们在不一样的情况 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你看一个 本来你看不出来的模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这个你们都看得出来吧 对不对 不觉得蛮有趣吗 不觉得这个都很好玩 火星 七十年的时代 他们说 有一个脸 是不是一个外星人 来刻一个土什么的 你看 我们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的话 外星就是越来越强 你看得出来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 事实上是这样子 你看到一个脸吗 一天都没有 所以你才可以知道 你感觉到什么 或是看到或是听到什么 你才可以知道 但是那个神经科学可以让你了解 有的时候我们看的东西事实上不对 我们会一直交道意思 事实上没有什么意思 那我们有一个最长的工具 我想你们都知道 就是science 就是科学 我感觉很多宗教有一点问题 我觉得他们说是 科本 他们的书上写的 就是他们的神经什么的 一定是真的 我认为就是生命的达到 给我看证据 给我看证据 很多人把宗教跟科学分开 他们说是 科学没有办法告诉你 宗教是对或是不对的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不是 我认为宗教就是因为我们都怕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特别怕死掉了 你看很多人 你看到有加速情绪 本来不管宗教 年纪越来越大 越来越管宗教 因为他们怕死了 我也怕死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 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多 算防线的工作 我觉得就是因为 一部分是 就是altruism 这是VD主义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爱玩 对不起 那我要跟你介绍 我其他的做的事情 一下下而已 你看到觉得我好无聊 会不会 我也很喜欢去爬 喜马拉雅山 我爬过9次 然后2002年的时候 有一个机会 可以去那边服务 那个Himalayan Rescue Association 这个是在圣母峰附近 他们有个小诊所在4200公尺 这个是个诊所外面 我们就是帮助登山人跟Sherpa 治疗一点简单的病 或是特别高三针 这个是我们的小团体 事实上我们就有两个医生 这个是一个Sherpa 帮忙 这个是 这个是其他人 这个就是两三个 哪一天都在帮忙 就是这个建筑又把它做完了 这个是诊所 那个是我们最大的工作 就是在一个小圆章堂 登山人 他们就可以来那边 我们就会给他们一点高三针的介绍 你去怕高三针是很 蛮严重的问题 偶尔我们台湾还是有 我们去年有一个死掉了 这个大部分去登山人 为了高三针死掉了 是因为他们不懂高三针 高三针你在那边 有听过我们的科生的人 没有一个人死掉了 现在圣母峰每年有高三针的人死掉了 他们就是不听科 听科你了解多一点的话 你就不会有问题 事实上很简单 你上去又偷偷下去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正错就是在这里 有的时候我一天空的话 我就跑一个附近的山 很漂亮 这个是高三针 那个是地方我们高三针的资料 跟一个 一个gamoth bag 你就放病人进去了 然后一个pump 你就pump空气进去了 把气压变高 有的时候我们去想想 就一个人回来 这个是一个闹中风的人 年轻 可能是闹出血 看什么方法送人下去了 有的人不能走路的话 但是它就是那个frost bite 它可以做一个麻下去了 但是很严重的人 天气好的话 他们可以做智散剂下去了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前几年我有机会去南北极 看那个破冰床的医生 这个是有没有 这个是核子 核子功能的床 破冰床 世界最大的破冰床 这个是在北极 这个是南极 这个是南极 这个是南极枝 很漂亮的地方 这个是我做工作好不好 这是草莓的地方 冷死了 但是草莓 这个是我在游览床 游览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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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在海边要服务 这个是我的服务 所以我 我今天就是要站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希望你们不觉得我太无聊 谢谢 好 其实我今天 像科医师来上科医师说 除了他有一个 有一个他非常特别的经历 如果你刚刚有仔细听的话 他去过哪些国家 搞不好会靠喔 他去過哪些國家 我都在後面都有聽 他去過哪些國家 第一個他去的是哪裡 他第一張秀出來是他去哪裡 眼睛有答案 怕怕牛肌 一個 他去過很多國家 不僅他在台東的 一個醫療的 做一些醫療的事情 他還去過南北極 各位剛剛有看到嗎 南北極 他做了哪些事情 在船上當船醫 他的目的當然是去當醫生 不過我認為他另外一個目的 應該是想去南極 當然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 那個同學 大部分的時候老婆會陪我 南北極大部分的時候她陪 也不是全部 可能去了五次 她陪了三四次 有南床的話 她可以陪全部時間 但是有的時候 大家去幾個禮拜 她覺得整天在床上 床很大 但是她說不到一個禮拜 你就開始 都滿手 有點無聊 因為當你每天 就是說你看到船很大 沒有錯啦 那個Cruise 那英文叫Cruise 那你去玩 可能一開始看到 起床看到海很新鮮 那連續看十四天 你可能就很煩了 我想她老婆 應該也是這樣 也是也是 因為我工作 客人可以下船 有的時候我無法下船 他們可以下船八九個小時 我可以下船一個小時 就要回去了 開 為什麼 柯醫師你提過說 你在船上這段行程 你是不用付錢的對不對 不用 那個遊覽船有薪水 你聽到沒有 介紹一個好康 給各位知道 你如果是獨一學系 趕快去跟她一樣 考一個什麼board 以後 你就可以去申請說 欸 遊覽船 台灣的製造就OK 台灣製造就OK 就OK 你就是要講英文 你可以去 真的 Introduce me to go 好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好 你好 我想知道 你在念書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是很愛玩啊 還是 念書很棒 還是你有什麼 經歷讓你 很想要做這樣一個 跑來跑去的醫生 怎麼講 你可以了解 對 我 我們讀醫學讀六年的 對不對 第二年級我考不上 那個時候我叫他去比賽 那個時候蠻強的 叫他去比賽 我一個朋友他是環法賽選手 我很想當 腳踏車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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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Sorry 那個時候我要選擇 要繼續讀醫學 我是當一個職業腳踏車選手 那後來我現在 現在當醫生可能比較好 我可能 體力不夠 腳踏車選手會餓死了 所以 隔年級要考兩次 所以當然 考不上以後 我開始變得很認真 變成早上 五點 四點半 五點起床 讀書到晚上十二點 你們上禮拜有這麼認真嗎 因為我怕考不上 因為之前從來沒有 考不上一個東西 考不上你就覺得 心理傷害慢大了 所以我變得很認真 然後來我畢業的時候 我是在那個 Top5% Top4% Top5% 所以各位不要懷疑 不是因為他沒有地方去才來台灣的喔 他是 他是一個 各位知道嗎 他剛哪一所醫學畢業 你要仔細看嗎 Malburn Malburn大學 University of Malburn 那個是澳洲最好學校之一 大概第一第二好學校 跟你們在台大差不多 差一點點 台大比較好一點 當然 當然 好 看一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各位可以學習啦 我覺得 不是說只有學說去南極玩 他 他其實真的 真的就是他願意在台東那個地方 然後也得到很多肯定嘛 他如果沒有得到肯定 他今天不會拿到醫療風險獎 對不對 你是醫療風險獎嘛 對不對 所以 好 如果各位沒有問題的話 那上到這裡 他就是他人的事 他真的會去哪裡 他真的會去哪裡 他真的會去哪裡